整個滑鼠被我的手掌還要打 這是26年前的滑鼠 而不斷的更新改良之後 之後也出現了像這樣子無線藍芽的滑鼠 不過像這些滑鼠到底是怎麼樣設計和研發的呢 我想要帶你來直擊 圓弧形或是更符合人體工學的造型 電信遊戲中滑鼠點慢0.1秒就關乎勝敗 每個滑鼠出場前當然得輕鬆反觀 因為簡短研發時甚至花了上千萬元打造這樣的3D練習式 像我旁邊這台機器它就價值1600萬元 而它只要花七八個鐘頭就能做出這樣的滑鼠模型 仔細看滑鼠上頭有塑膠也有橡膠 但靠著一罐2萬元的原料都能一次射出減少一模成本 射出的塑膠的材質是一樣的 甚至然後給我們做測試 例如說落摔它強度是一樣的 密密麻麻的鯊魚牙齒狀海綿還有大型天線 居然全是為了測試桌上這個無線滑鼠 基本上越遠的使用的時候它不會有斷線有死角的問題 經過內部測試之後還得要來防摔 所以看到我現在把它放在高度90公分的鋼板上按下開關 滑鼠重重的掉落到地下的鋼板 不過拿起來還是得要萬號露出 上上下下不斷敲打電競鍵盤每個按鍵下都藏著開關 他們得承受7000萬次的敲擊 即使24小時都不停也得測上三個月 台灣的玩家比較多元 很多遊戲在台灣都相當的熱門 去年在電競旗下這個品牌成長做了一個翻倍 遊戲中沙紅眼十隻毫米差之千里 想當霸主用的武器當然得能過五關斬六將 東森財經新聞 劉沛希 潘玉泉 河昆元 新竹報導